我們是做高爾夫代工的工廠 因為我們是三班製的 有多少人現在就是在清典當中 明陽國際董事長二十三號晚間 趕到火災現場 會在屏東的高爾夫球工廠 公司正好增建第二廠區 剛剛把二樓廠房 春建為三樓 碰上二火擴廠計畫 只能暫時止步 本身是小白球代工龍頭的明陽國際 去年外銷高爾夫球出貨量 高達二點六億 小白球平均 每兩顆就有一顆由他們生產 去年營收就超過三十五億元 米南集團是專業生產運動休閒產品 母公司米安國際集團 從小白球到三C通吃 甚至進軍筆電外殼 但生產的高爾夫球具 仍是主要項目 二零一九年重返高球界 老虎舞姿手中握的Telermate 高爾夫球杆就是由子公司米安國際 代工製作 公司在二零一一年 還被多名員工控訴 違反勞基法拒付資遣費 平衡地院的判決書內容 也提到工作環境惡劣 每年發生超過上百件公安事件 工廠高爾夫產線密集 員工屢屢抱怨被強迫加班 可以看到Google評論區 有許多公司前員工 曾狂喜一心負評 內容都離不開 指控工廠環境惡劣超時工作等等 還有人提到本薪只有兩萬一千多元 需要加一堆津貼 才超過基本底薪 直呼公司沒有人性 如今工廠發生鑄融之災 過去黑歷史遭起底 營運恐怕受到影響 三線新聞 顧原松 下方民 屏東採訪報導